7 个单元部分 你可以先试试看 也许你可以先把这个先存起来 这个假设存起来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会是一个 CSB 档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 CSB 也可以 如果你要存成 Excel 也可以 存的方法很简单 第一个的话 你们可以把一样开一个新的模组 新一个模组 然后把注写删掉 第二个的话你就拿那个 我云端上面第七个单元 底下这边 import Pandas SPD 当然你这个 SPD 不加也没关系 那 SPD 主要是说 我要把它改成缩写 以后 PD 就是 Pandas OK 不加也没关系 不然你就要用全称了 Pandas 全称 OK 那里面要产生一二三个东西 最后的话就把这一二三的东西 用那个 PD 就 Pandas 对一个叫 Data Frame 的一个方法 把这三个放进来 那会变成一个 DF 就 Data Frame 的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话呢 里面有个方法 方法叫 To Excel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变出像这个上面的一个 Excel 的一个表格的话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第一个 我把这一段程式 Ctrl C 你们可以乱乱看好了 反正就先感受一下 OK 所以我产生 Data 产生 Index 产生 Colons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Data Frame 当然你现在 Printed 的话 你底下可以看到 有没有这边 它会出现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 对 没有安装 不过理论上应该是要安装 不过趁这个机会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什么样安装模组 其实在那个 Python 里面要安装模组 其实也蛮容易 只是说你要打那个语法 那个语法其实在云端上也有 可以复制贴上的地方 那我大概把那个步骤稍微做一下 你就照着做就好了 第一步 特别是如果你看到 以后叫 No Module Name 后面这个记得就是把它装起来 那装的方法一 先找到那个我们的 C碟底下 C碟底下的那个Python 384 这里 OK 第一个 找到我们Python 的路径之后 请你在上面的这个地方点一下 然后输入 CMD 输入 CMD 的话 Enter 它就会帮我直接跳出那个 DOS 的模式 OK 就是这个 让你可以打指令的地方 第一步哦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安装Pandos 那安装的方法那个语法 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 你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我看看这边是不是有安装 这边有 安装的语法其实非常 特别注意啊 你可以找Pandos 这边 第二页这边就有了 叫 Python 空1-M 然后 PIP Install 有没有 后面呢是安装那个 Open PY XL 你把它改成 Pandos 所以你这个 Ctrl C 叫做 如果你背得起来这样对好 如果背不起来的话 你把它 Ctrl C 然后呢 把它直接切到这边来 直接贴上 贴的话好像 它可以按右键直接贴 或者你如果要贴的话 好像不能直接 Ctrl V 它贴好像要在上面这个地方 按右键 编辑有没有 直接可以贴上 有没有 然后空一格之后 你就打一个 它的模组名称叫 Pandos 所以你就在这边打一个什么 Pandos Pandos 名称记得 打错了 记得不要打错 Pandos OK 应该是这样拼 应该没错了 Pandos 确认一下 Pandos 这个其实将来也要装 这个好像 Open PY XL 这个好像也要把它装起来 然后这个 Pandos OK 是没有拼错的话 那就直接的吧 在这边按Enter就可以了 那如果 它 它会到那个 Python 的官网上面 去把这个模组 帮你下载到 你电脑的环境里面去 OK Enter一下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 稍微等一下 还有一点要注意 你电脑一定要连网 因为它是连到 Python 的官网上面去 去 Check 一下 有没有这个模组 有的话就帮你把它 Download 下来 因为之前还有同学 有遇过那个 它电脑没有连线 那一定失败 因为它没办法找到 OK 那你Enter 之后的话 它就会帮你去 Check 那正常状况的话 它就会帮你把 Pandos 的这个模组 帮你安装到 我们的 Python 环境里面 正常应该是会看到下面 它帮你 Download 总共 9.4Mai 1.1Mai 有没有 然后最后的话呢 它现在正在帮你把那个套 帮你把 Pandos 的套件 帮你把它放到 我们 Python 的函事库里面 最后的话会出现这个 Sysfo 应该是安装 底下是有一个 这个什么警告的讯息 不过这个可以不用管它 因为 PIP 的版本 现在我们是 20.2Mai 它最新的 22Mai 其实这个新旧版本不影响安装 所以不更新也没关系 这样理论上是应该就 OK 的 所以我们安装完之后的话 就可以把它关闭了 OK 特别注意 所以记得打开 Python 的 384 打一个 cmd enter 然后在这边打这个指令就可以了 前面的叙述都一样 所以如果可以背得起来是这样 Python 空一格 1-m 然后 PIP 空一格 install 后面的话加上模组名称 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 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 在 07 的里面 第三页这边也有这个语法 其实后面我们为要存 itself 可能还要再装一个叫 OpenPi XL 这个东西 我们来试一下 OK 装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这个就有了 所以 Data Frame 就出现了 OK 好 那 再来的话 如果要存档就很简单 再来存档 只要利用 DF 这个物件 里面有个叫 True Exel True Exel 然后我就直接把他存一个档名给他 档名的话也许叫乘七单 或者叫乘七 反正给他一个名称 然后负档名记得一定要给 就 .xlsx 这样子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一个表格存成一个 Exel 档 执行给各位看 但是应该还是会有一个 No Module Name 的 因为要存 Exel 我记得好像还要多一个模组 那个模组的话就专门 要存写成 Exel 的一个模组 这个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应该 这边要出现 有没有 No Module Name 的这个 Rong 的方法一样嘛 如果你看到这个讯息 反正你只要 直接找到这一串 Ctrl C 然后直接到我们的 C 点的 Python 的 384 打一个 CMD Enter 然后就把这一个语法直接就打上去 或者贴上去也可以 有没有 就把 Enter 一下 他一样会到官网上面去帮你 Download 这个模组 所以以后你找不到什么没关系 装起来就 OK 了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最后的话我们把它存档 好 那没有错误讯息 那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的根木屋底下 有没有 Exel 打 有了 成绩有没有打开来 看一下 成绩就出现了 那你会发现 A1 一定是空的 这个是 Data Frame 的一个特点 A1 没东西 所以如果你这个 OK 了 那是不是可以把 这个范例 跟刚刚那个切到案件的资料结合在一起 那这样不就可以存成 Excel 那这样不就可以存成 Excel 只是说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切到案件 转换成像这样的 Data Frame 的格式 这个是比较难的啦 OK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会你们会比较有问题 就是说那个 那个串列的 就是那个串列啦 如果你之前对 Python 的那个串列不熟悉的话 那可能就是针对这部分 再稍微去了解一下 OK 所以慢慢你就可以跟得上了 我觉得其实应该 也不至于有那么困难 OK 那剩下来就要花时间去练习 还有今天的部分就是说 那个 HTML 我们今天还没讲 我只是预告一下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 Pandas 有没有 我们也还没讲到刚刚那个办例怎么结合啦 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自己如果可以做出来 那以后 查资料你也没问题 存资料你也没问题 其实基本上就够用了吧 对 还要什么 反正想想看 如果有问题可以再给答题出来 画图 画图后面有 比如要绘制一些那个 就是比如说折线图啊 直条图啦 或者是圆形图啦 或者是泡泡图啦 SY的参观的图 那其实里面都有啦 所以你会发现 它其实跟什么 跟那个 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感觉都是一样的东西啦 只是说一个是用滑鼠键盘在处理事情 那一个是写程式处理事情 OK 那当然 如果用滑鼠键盘来处理事情 你必须要请很多人才能做 因为每个人都要用滑鼠键盘才能做 但是如果你把城市写出来的话 它会自动 它可以执行 甚至你可以把它写成自动执行 时间到就去执行 时间到就 所以连半夜没有 如果假设每股开盘 你不可能半夜不睡觉吧 开盘的时候你在睡觉 那你可以时间到自动去抓资料就好了 对不对 就是类似像机器人的概念 甚至现在很多都城市交易 他有个演算法 时间 这个结果OK 那就马上做一个 就是交易嘛 当然就 甚至 需要请很多人 OK 所以人力上面大概可以节省 只是说 你要怎么样可以把你的工作 慢慢可以让它变得更加有效率 可以直接思考一下 试试看 OK